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营投资 盘式的架构 有没有如同庆老师的预告 昨天我们跟你讲过 大盘它已经变成强势整理了 即将在电子股的带领之下 过前高再创新高 今天大盘15大涨100 0一点再创新高 Bingo 我从6月8号开始减码持股 告诉你要保留多数先兴之后 我是比较偏空操作的 但我也讲过 如果这个盘真的跌不下来 然后呢 这根黑黑棒的高点1171 如果它是会被越过的 我就会改变我的策略 调整我的动作 昨天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亲爱观众 昨天很明白的告诉你 台股的电子股领先大盘创新高 来到528 它是强制主流 电子股的成家比重最大 所以电子股领先大盘过高 所以台股强制成你 前波高点11771它一定会过的 我知道有这样跟你讲吗 有还是没有 今天大盘 有没有大涨101点再创新高 来到1805 果然如同我昨天预告 今天盘胜在电子股带领之下创新高 所以电子股今天来到532续创新高 更加确立强制主流地位 就在电子股身上 所以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昨天正式的告诉你 电子股我全力做多 电子股我全力做多 光是这两天 我帮会员创造了很大的一个绩效 你把昨天节目回顾一下 你把今天节目 等一下从头看到完 你就知道 买在一个发动点 总比你在这两三个礼拜 混来混去要好很多啊 所以台股主流在哪里 主流在电子股啊 那美国盘也是一样啊 美国的股市 你看一下科技股 Nathag 在上个礼拜 它已经领先盘胜创新高 所以美国盘电子股 也是强制主流啊 相对来讲盘胜是比较弱势的 左缺右口的一个导传反转压力 依然存在 它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如何 稻穷是跌啦 跌77点 那科技股呢 电子股呢 涨95点啦 你有沒有发现 七老师所讲的论述 你都会足以的印证 所以在还没有印证 之前 第一个时间来跟我掌握 绝佳的进场点 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今天还有一则 正面的一个讯息面 要跟你稍微提一下 港版的国安法已经通过了 但是你所看到的亚洲股市 没有一个国家是在跌的 台股涨101点 上阵涨 南韩涨 日经涨 香港恒生指数 今天还大涨300多点啊 你不是很担心吗 大陆那边 港版的国安法一通过之后 是会影响股市的走势 但是你所看到亚洲股市 全面一个上涨 这叫利空出境 这叫利空顿化 所以这个盘强不强 这个盘强不强 太强了 大盘 在电子股的带领之下 创新高 这昨天我给你一个结论 所以既然那么强势的格局 昨天密码 第一个时间来带领卡位电子股 有没有现买现赚 有没有现买现工涨停 今天再度的涨停 哪一档 很精彩啊 宜特 半导体检测设备大厂的宜特 昨天是不是一个形态的一个突破的发动点 我问你啊 昨天礼拜三 宜特 有亏转营啊 体质的改变 订单的增加 所以可不可以买 半导体检测设备大厂的宜特啊 形态一突破 又出量了 我买在57块半 这时间加为昨天给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对 买完之后 有没有亮灯 有没有工涨停 昨天我还用长线的架构来跟你分析它宜特还有高点 宜特是从126块钱跌下来 跌到昨天纵使涨停牌59.4啊 还是二分之一不到啊 长线的一个大底告诉你宜特还有高点嘛 我昨天没跟你讲过吗 一些半导体检测设备大厂它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我不会带你去追 没有意义 你也不敢买啊 让这宜特长线的大底昨天叫做发动的买点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从6月8号嘛 告诉你们减码持股 保留多数现金啊 这个策略其实没有让你们损失啊 你自己看一下 6月8号的宜特 56块半嘛 如果你报到这两天 当然你会赚钱啊 那但是如果你在这边回档修正的过程 你被洗掉 那这两天呢 掌停板跟你没有缘分 但是昨天 切老师的分析 有没有立竿见影 嗯 昨天电子股已经表态了啊 我说你就没有什么保守的原因跟你有啦 所以电子股当然要全力的做多啊 主流表态了 发动了给你看了 你昨天买宜特 你不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买点吗 等都不用等 昨天买完亮灯 今天再度的亮灯了 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切入点吗 而且我昨天跟你讲过啊 宜特 是我哪一个等级会员的持股 普通会员的持股 普通会员 入会门槛最低啊 所以呢普会的人数一定最多 请问一下 对 全国的普通会员 你可以来跟清老师对价 我昨天 有没有在10点05分 告诉你宜特的基本面 跟技术形态跟价位 很清楚的讯息内容 有没有 成交的一个机会 嗯 现在普通会员 来跟清老师对价 五七块半 买 买了之后 结果呢 就会涨停 就亮灯耶 切老师不会跟你吹嘘我买在最低点 54.3啦 那不是我的风格嘛 很多分析师 你看他们的节目 感觉很精彩很过瘾 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涨停板就是他们家的 但是 如果真的有赚到涨停板 为什么不敢秀出惠人扣讯 来跟他们惠人对价 这个问题你去想一想 那真正说宜特 有赚到两根涨停板 那为什么 不敢秀出证据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啊 所以清老师不怕你去比较 也不怕你去印证 我不会在昨天宜特 涨停板之后 莫名的告诉你 我们家有宜特 是不是 昨天宜特最低点是54.3啦 难道我要在这边画个圈圈吗 说我买最低 然后昨天赚涨停板 不会 我就是买在五七块半 全国的普通委员 来跟清老师对价 这是一种信任 这是一种专业的一个展现 就是买在五七块半 买完之后亮灯 长线一个大底 告诉你它还会再涨吗 它不是涨到天上的那种 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公司 长线的大底 告诉你 它还有高点吗 今天有没有继续亮灯 涨停板来到65.3 两天不是两根吗 行情就结束了吗 你昨天参加了新会员 我今天带你买什么股票 有没有继续赚涨停 来跟我对时对价一下 另外一档半导体设备的 训德 今天形态有没有突破 今天有没有出量 10.05分 训德半导体设备 形态突破65以下买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64.2 你去对时对价 65以下保证一定成交 你可以买在64.2 64.3 很好买啊 我发完抗讯之后有没有下来 有没有下来 这边有没有在所谓的65以下 你自己看 这条线是64嘛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都在65以下 所以会员是多买在64附近 买完之后亮灯 你有大概50分钟的时间 都在64附近可以买 买完工涨停67.1 亲爱的观众 建老师 不需要你过度的掌声鼓励 我只要告诉你 这个行情 还蛮好赚的 我没有在吹嘘 我也没有在夸张这个行情 因为行情怎么走 我就会怎么分析 建老师不会跟你拗多 也不会跟你拗空 对 我更不会看不懂行情 每天叫你空手观望 所以整个行情 昨天电子股已经表态了 这太明显了嘛 昨天不是创新高吗 创新高不是主流吗 不是强势吗 看图说故事都会啊 只是说你会不会照 你所看到的现象 做执行动作 所以我昨天开始 全力做多电子股啊 今天继续的做多 今天电子股不是继续的 往上走高吗 太明显了嘛 所以今天的一个讯德 一样跟昨天的伊特 半导体检测设备大厂的 同一个族群啊 昨天伊特没有买的 你看到今天伊特再度往上涨 你恐怕不敢追 但是这一档讯德啊 不是第一天刚发动吗 一样半导体设备的啊 10点05分收到讯息 65以下保证令成交 当之后都在65以下 你有大概50分钟 可以买在64附近 很好买 买完之后冲涨停67.1 结束了吗 主流就是主流嘛 电子股是台股成交比重 最大的一个族群 所以它可以让你进场标的最多 所以呢你有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 起码是帮你配置 不是只有这样就结束了 再看下去 这一档叫全台 做医疗面板的 它本来做触控的 触控面板可以应用在车用 也可以用在所谓的平板等等身上 但是全台的面板 现在跨足到所谓的长照医疗的面板身上 它是电子加生计双题材的机油股 像这种股票 今天漂亮的形态突破要不要买 要不要追 五月的时候今年度新高 年成长27% 今天全台我是用追的 9点32分了 全台 基本面分析很清楚 技术形态叫突破 直接试驾买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23 试驾买买得到吗 保证一定成交 我就买在23 全国会员帮我对价对价 买完之后亮灯 23.35 我也知道我今天买全台赚不多 但是这就清理老师的一个操盘风格 解盘风格 因为全国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我就买在这个位置 我不会跟你说 我买在最低点21.55 我如果要耍花招 蒙骗我的会员 欺骗我的观众 我就在这边画个圈圈 这边写个买字就好了 买这边漂亮 相信就相信 对你相信那种分析 你就会参加那行列 但是我不干这种事情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 跟原则 对时对价 谢谢老师 市场上给我的封号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今天的全台 我不是要赚这一小段 如果全台就这样 一根掌停板就结束 我今天干嘛去追 我干嘛去追 我就看到他未来走势 电子生计双题材难得 难得全球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突破1000万案例 其实疫情目前是还没有减缓的迹象 但是全球的股市 不管是美国的电子股 还是台股竟然往上创新高 这盘强不强 这盘强不强 太强了 所以这种医疗面板电子 生计双题材的基欧股 今天漂亮的形态突破 你之前买 这边晃来晃去 真的不好赚 但是今天一突破 买 买了之后赚不多 但是明天会不会像伊特一样 继续的亮灯 拭目以待 结束了吗 电子股可用之兵太多了 它当然还没有结束 这档联牙叫5G的光通讯 今天是不是形态突破 有没有出量 来对时对价一下 10点25分的联牙 5G光通讯形态突破 302附近买 经过一分钟26分 我把股价印下来在301 你是对价 302保证一定成交 我就买在302 买完之后 盘中亮灯 305 收盘 3014 今天现买现赚半根 大概是12块钱 因为买在302 收盘314 是不是大概半根 12块钱没有错吧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所以 欣老师 从6月8号 减码持股保留多数现金 我 让你们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没有做多 这两天的绩效 有没有比你们更精彩 我猛疑啊 从6月8号 我说过啊 这个盘是比较 难操作的高手盘 从6月8号到 昨天以前啊 你有做多的 你的一个操作绩效 有比欣老师这两天 给雨汇的绩效更多吗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所以整个盘式的一个架构 昨天是一个漂亮的 决战点 因为电子股表态啊 这太明显了 电子股表态啊 6月8号到 昨天以前是整理啊 不好操作啊 做多的 有赚更多吗 你刚才所看到的 不管是宜特啊 6月8号你家嘛 你必须报将近一个月 才多这两根啊 但是我昨天进去 马上两根啊 没有错吧 所以你刚才所看到的 不管是全台嘛 6月8号嘛 你要报将近一个月 才多一根嘛 我今天进去 就可以看到涨停板啊 连一亚也是一样啊 6月8号你家嘛 你要报一个月 才会多这一根嘛 但是我们买在一个发动点 就一个时间效益来讲 没有让会员浪费 任何一失一好的 一个时间成本 很精彩啊 而且我也可以跟你讲 你今天所看到的 不管是联雅 还是全台 还是训德 我今天卡位的这三档标的 我也可以跟你讲 其中有一档 一样是我们普通会的持股 全国的普通会 你自己看 如果这三档 其中有一档 不是你的 那第二个 是让清晓老师所秀的 口信的时间价位 跟你不一样的 清晓老师下台一举功 退出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晓老师 纵使对于普通会员 他们的资金门槛 资金部位比较低嘛 我会有没有尽心尽力 再照顾他们 尼特 两天两天涨停板 今天再卡位一档 又涨停啊 我不常跟你讲吗 我们可以会员持股 三档左右啊 有没有集中努力 有没有现买现赚 连资金部位 最低的普通会员 清晓老师 都可以尽心尽力 帮他们创造绩效 那你认为 特别会员 尊荣会员的绩效 我还需要多加阐述吗 所以这个行情 非常的精彩 电子股就是主流 电子股权力的做多 电子股甲级动员令 限时一加一的照顾活动 倒数两天 你现在参加我的行业 绝对来得及 赶快跟上来 谢谢大家 再会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子股领先大盘 创新高 权力作多电子股 限时专案一加一 限时专案一加一 倒数两天 刷专线 0800 868365 0800 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365 0800 868365 程度部蔡老师 电子股领先大盘 创新高 权力作多电子股 限时专案一加一 限时专案一加一 倒数两天 刷专线 0800 868365 0800 868365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拒或拒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电子股既然昨天率先表态 你就不要太保守 我们火力集中的一个持股动作 全压在电子股身上 这档红杰科5G功率放大器的 支援3月20号落底买点362 沿路的逢低承接 6字头 7字头 8字头 涨到102.5可以卖了 这样子大波段操作78% 回档修正8天转折向上买点 5月21号87.2买回 隔天跌跌到85.9 幸好是没有闪躲 告诉你还可以逢低承接 没有错吧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看我的节目 跟其他分析师的节目内容 绝对不一样 哪边不一样你继续体会一下 所以隔天跌啊 告诉你可以逢低承接 涨上来小涨不用急着卖 什么时候要卖 大涨创波段新高嘛 96卖 两波段的操作94%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讯息全部的全诊给你带到 然后接下来呢 96卖掉了红杰科嘛 经过一段时间整理 打底形态突破 昨天呢 昨天呢 红杰科94买回啊 有没有跟你对值对价 5月一收还年成长率高达79% 基本面依然成长的功率放大 红杰科昨天适度的做接回 94 接回之后有没有大涨8.2% 今天大涂的一个大涨5.1% 没落差 每趟的操作 零师傅 零师傅就是零风险嘛 没一次 没担心啊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幸好是在对个股的转折的高低点 相信拿捏的相当精准啊 这一档平盖股的抗控也是一样 12月30日要177卖啊 高点要会卖 不会卖股票来找我啊 不卖你这边怎么低接 差了55块钱呢 121.5不杀低可以低接啊 涨上来将近30% 154卖抗控 这两次的卖点太重要了 不卖 这回档修正的风险没有避开 你会变成等解套 所以庆老师的盘中讯息相当重要 我有没有带进带出 你看我的讯息你就知道了 我还需要多加解释什么 所以呢154卖掉了抗控 跌深啊 筹码变干净的抗控 3月25号 接回啊 90.393 沿路逢低沉接嘛 涨上来4月15号 基本面跟重码面优势 告诉你 康控整理完还会大涨 既然会大涨 趁大门重做110低接 继续的低接 还告诉你即将喷出 4月28号 讲完之后 用喷出大涨掌力 4月30号 所以呢高点129卖 这一大趟将近5成 这些人家都跟你对过了 很精彩啊 所以呢 每次的操作 高低点的 位置 有没有跟你分析 有没有交代很清楚 所以仁康控 这边卖掉之后 现在啊 强势整理啊 我说有机会往上啊 嗯 昨天康控 图形放大啊 我说不是双底形态吗 双底竞购完成 就是往上走高嘛 所以今天康控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这样 就是那么干净利落 我有跟你拖泥带水吗 我有跟你无中生油吗 没有吧 很清楚的操盘节奏 证据秀给你 对 个股的一个集中火力 相信你来跟我合作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 立竿进的效果啊 车用电子的维生 经济度的4月9号 低点有限准备喷出 当初在1 2 4 高点卖完之后 1 3 4再度的接回 光是这两趟 加起来将近6成 5月12号涨到172啊 那现在的维生呢 这个支撑守得还蛮漂亮的 我认为还有高点啊 为什么 我在4月9号 为什么看好车用电子的维生 因为它跟大陆的车气开工率 有关系啊 刚开始解封啊 车用的一个电子需求刚出来啊 那现在又有什么需求 现在7月2号 台湾的6月新车狂买 超过4万辆 经验度的新高 报复性的消费 对于车用的电子 会展开另一波的需求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从4月份到现在 维生的一个架构 我认为多还有高点 所以行情就在电子股的带领之下 会持续往上攀升 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高点 从昨天的一特 买完之后两根涨停板 今天呢 全台亮灯 联雅亮灯 逊德亮灯 你还来得及 你绝对还来得及啊 这档股票切入特斯拉供应链 特斯拉从挂牌以来 市值涨了40倍 今年度特斯拉股价扶摇直上 这档股票跟特斯拉有关系的 三角形收链形态刚突破 未来的波段利润 尽好是邀请你跟我一起共同来掌握 电子股就是主流 想要跟秦老师操作主流部队的 夹击动员令给你的 就是一个现实一加一的专案活动 今天进入倒数两天 希望你好好把握一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城堡部蔡老师 电子股领先大盘 创新高 权力做多电子股 现实专案一加一 现实专案一加一 倒数两天 刷专线0800 868-365 0800 868-365 城堡部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静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尽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 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 入会感谢 0800